去找到画面上面的这个Map 后面要 getMap 那之前好像同学也有这一行的错 主要是你 import的东西 import到错的 不是 import 上面的地方你可能很简单你把 上面引用本来是Map的Fragment 把它删掉重新引用一次 就正确 他有时候好像引用到旧的 就是V2的前一个版本 的Fragment 他V2还有分 两种Fragment 一个是旧的 后面好像我记得他 他的那个套件名字叫Support Support 好像V4的Support 就是 他是 好像是用什么方式转的吧 那新的不是新的是直接去引用那个 我们 那个韩式库底下的那个套件 所以如果像之前同学有发生问题的话 你就把这个 上面input的这个 MapFragment把它 先砍掉重新汇入 应该就会是正常的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取得一个什么 这个 Lat-Lon 这个Latitude Lonitude 这个 这个类别也特别 以前在V1的版本不是这个类别 是叫一个什么 Geo Point 但现在他又不用Geo Point 所以Geo Point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以前都是用Geo Point 现在呢用这个 来储存地标 而且在 JavaScript里面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也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以前Geo Point 他必须要把它乘以10的6字方 强制把它变整数 再放到Geo Point 很麻烦 那现在的话不用 你只要有一个点 他后面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这个 Lat-Lon 有没有 然后就把他的纬度跟精度放进去就可以 在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呢 Type 1011里面就放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Point 这个Point就两个 两个 值 就是精纬度 这样很简单嘛 所以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建立很多个Point 有没有 然后你要打地标啦 你要指向到哪边 就是直接把这个Point 给 Google Map去显示就好了 所以会简单许多 当然这个地方是V2 比V1还要更进步 以前用什么Geo Point 哇那个真的是很麻烦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另外底下要设定 他的倍数 这个倍数部分的话呢 就是 最大可以到 就是 21啦 其实不过实际上如果你接近这部分没设定的话 最多到20 21好像也不会有效果 1的话是最大 就是看到整个地球 然后呢 轰硬轰硬轰硬 最后的话到20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给17 大概差不多 一般的话 我使用习惯大概 14到 18 19 大概这个range 14的话稍微就 比较 可以看到比较大一点点 18就缩小一些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各位可以去做调整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们要做一个 像之前有考试的时候 会考到什么 你要做 做两个Button 一个Button是加 一个Button是减 加的话就是你可以转硬转到 假如说你今天希望 RuneInRuneOut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去什么 去变更这个值 就好了 然后呢 再让这个 GoogleMap去怎么样 重新再跑一下 这个Animate Camera 然后去把你的 这个Type101的点给他 再一个 再一个Rune给他 所以 我们最重要就是 产生一个点 再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view 你的那个 Rune的大小 Ciao